大家已经注意到万表流行力 走了自己的交流群的二维码 欢迎大家随时扫码关注参加交流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这里是万表流行力的万表消息 我是流行力 我们以前说过 能在巴黎望东姆广场开店的品牌 都不是一本XXX的品牌 今天我们就介绍一家 来自望东姆广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品牌 首妹巴黎上美 说到首妹与万表 我必须跟你分享两件事 一个是首妹是制作了万表的 初代目版本手镯表 另外一个是这个巴黎珠宝世家的出手 让当年皇家制表师宝鸡创立的品牌 得以延续 2021年3月25号 巴黎珠宝艺术世家首妹上美巴黎 在上海举办了自在风雅 加冕真我的约瑟芬皇后系列 珠宝与女王冠冕表发布欢庆派对 以首妹世家标志性的皇家蓝元素 打造的整体空间 营造别样风雅的摩登意韵 先说一下 这约瑟芬皇后 就是约瑟芬拿破仑 也就是大名鼎领的拿破仑一世的皇后 作为冠冕大师 首妹汲取灵感与世代相成的冠冕光芒 从当代艺术视角出发 将约瑟芬最新系列的作品的时尚真我风格 与上海现代的城市魅力完美融合 为道场来宾呈现了一场摩登优雅 美妙非凡的沉浅式体验 踏进珠宝展区 约瑟芬皇后系列作品让你一次看个够 这些珠宝新作提炼首妹当代的冠冕世界 不对称造型与感性曲线交互 一整套作品将王与后的加冕仪式感融入到每一位当代女王日成穿搭之中 首妹代言人高圆圆 新生代演员秋天 明月何朝莲等嘉宾齐聚现场 共同见证约瑟芬皇后系列独特而又永恒的魅力 1811年首妹创始人尼多打造出手镯式女性珠宝万表 这是现代万表的前身 约瑟芬皇后系列全新女王冠冕万坚珍宝 到现在还是那么的突破常规 约瑟芬皇后系列是首妹极具辨识性的标志性作品 演习冠冕大师传统冠冕造型致敬首妹永恒的灵感谬思 约瑟芬皇后 独特的女王表结合道威字 钻石冠冕标识与水滴形表盘设计 为当代女性塑造刚柔并济的摩登形象 2021年新作再度诠释纯正的巴黎性格与加冕仪式感 尽显首妹女王力 屏幕前的当代女神们是不是有一种找到了专属自己的风雅与自在的感觉呢 说妹的女王力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接下来我回答几个网友提出的问题 有一个B站的朋友问 在中国市场上除了Glasut Original 还有Glasut GUB Glasut Specimatic等等 它们几个品牌有什么关系呢 Glasut Original这是一个品牌 而GUB是这个工厂在加入斯沃奇集团的名字 大一是格拉苏迪中标厂 而Glasut Specimatic这个是上世纪七年代这个镇上出产的手表的一个型号描述 简单说吧 就是GUB的一款自动上弦的万表 万表消息关于收妹的女王力和网友的问题就先说到这里 B站的朋友一键三连 其他平台的朋友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互动 YouTube上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再见 再见